资料的验证,那资料验证是一种防止错误的设计 譬如说这里的分数我们可以设定啦,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首先呢,我们开启松刚中学七年甲班这个 那接下来呢,我们选取V3到E3 好,V就是林新博的四个成绩资料表 接下来我们点选资料的地方,再来点选 资料验证,点一下 那点一下呢,预设每个储存格都是什么 让你随便打叫任意值,那我们可以设定喔 譬如说,我已经设定什么,好,整数 最少0,最大100 介于0到100之间 所以呢,看喔,我这边打-20 它不让我打了,有没有,从事 102,也不行耶,那我们看其他的 102-300 诶,这样哪有分数加起来是负的呢 所以有可能输错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资料验证 可以让我们在输入的范围资料是完全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文字的验证 在评论地方要打文字啊 好,点在这一个,当然要把它全部选起来 表示全色,资料验证 来看看,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 资料要来做更改的时候呢 好,整数 改成整数 介于多少 5到10之间 有没有 介于5到10之间 就是文字的验证 最少5个字,最多10个字 好 确定 那按两下 它就出现错误,最少5个字 那可以提示讯息哦 来,我们再改一下 这个,点起来 这个地方 提示讯息 请你输入 这边可以给它提示 输入提示 那这同学呢 就自己打 最少5个字 来,再打一遍 我一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当我点点这一格 马上出现个输入提示 要5个字 有没有 那这就可以出现 这叫提示的方法 来,错误提示 来,一样按两下 点这里 在这个地方 当它错的时候呢 预设是停止 你可以跟它讲 数字不对 再来 确定 来看哦 按一下当中输入105的时候呢 跳出来 打错了 提醒你一定要在哪里 0到100之间 这叫错误的提示 负20还是不行 那99呢 他就让你过了 这是错误的提示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个也一样哦 那这个停止 如果是警告呢 会出现这个 还有呢资讯 除了停止是一定要修正 这两个提醒你 但是呢也会让他过 所以打错这两个也接受 但如果这个打错就一定不接受 那这个是在提示的时候 后面有输入法 预设 只要点到这里来 可以切换成中文英文 那这个也可以设定 当你点准到那一格 就自动切换成中文等等 这个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追踪前导的设计 我现在点在这一个 那这一个呢 我们在公式的地方 这边有个追踪前导 它出现这个的分数 就有这四个加过来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 然后再来看见 这有时候我们对 对的 那我点这里呢 好追踪重数参照 这也可以来中 也可以移出箭头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搜寻公式 比较复杂 可能连哪里连哪里啊 你可以透过这个来做显示 还有这边可以显示公式 看一下 那透过这个都可以来帮我们除错